哈喽,今天分享一个我的得意之座,智能马桶的安装 那它牛在哪里呢?它不需要在墙上安装新的插座就可以做到我们不需要破坏墙体 那大家来看一下,是这样 然后智能马桶呢,我们家里边一般都需要 所以一般情况下安装的时候呢,我们需要在智能马桶的附近装一个插座 安装插座的话,我们需要找安装师傅或者电工师傅在墙上开动 然后走线,它会破坏我们的墙面 而且呢,我们还需要请安装师傅有一定的花费 那这样的话,我们主要考虑到不想破坏墙面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功课,发现找到了一个这个 那它呢,是一个一变二的一个开关 我们本来这个位置是两个开关 和它是一样的,一个是管灯,一个是管排风器 然后我们把这个,把之前那个这样的东西拿下来之后换上它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变二 它就保持了原有的开关的功能上多了一个插座 那这样的话,这样走线也比较美观 也比较接近,也比较容易使用 嗯,而且它没有破坏我们的墙面 然后整个的安装,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到 当然呢,不推荐新手去做 因为毕竟涉及到了电路 它还是有一些危险性 做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开关 把家里的总杂全部拉掉 然后如果没有信心就找电工师傅来做 嗯,就是这样吧 特别好一会儿 嗯